久久亦当开节欢喜 该依其人深情智慧不明 知今佛生 他学得不多 今虽清洁迷途 二灵佛讯 但兴勾未出 清洁又存 这些统统讲习气 烦恼的习气 情间的习气 这样你才能讲得通 如果真的 性格未出 情间还在 现在他去不了极乐世界 习气有 故事多闻讯息 增长智慧 那么这个地方 古达德 也劝我们 要光学多闻 但是我们不要把话听错了 广修多闻是在什么时候 得定之后 得到三味以后 这是最宽松的 说法 严格的说法 要明心见心之后 光学多闻 快啊 快啊 一看一听 全明白了 一点不费死 那么 那么 用现前的话来说 我们这一步进 这个注解 就是光学多闻 经 是世尊当年在多次宣讲 汇集的 这是光学多闻 这是光学多闻 念了的基著 汇集 八十三种经论 一百一十种祖师大德的 开始 诸书 所以 光学多闻 这一步就是光学多闻 那我们把这个注解里头 还有一些比较深奥的 还要注解 注解里头还要注解 所查的参考资料更多 汇集 乘两侧 我们 扩注 参考资料 这两闻 年代扩注的时候 这样的 四闻 我们一生专攻 一门就是多闻 一节识都多节识 我们的心就定下来了 让我们了解 死是真相 我们不再怀疑了 一门能不能成就 难 记住 念牢 揭露这一些 顶级的文字 确实就像当年 魏征这些人 从中国古籍 金石 子 几万册 书本里面 选除 六十六中 再从六十六中的揭露 唐太宗需要的 修神 齐家 智库 平天下 这一些 教会 通通抄出来 给他看 就群术之药 所以这一刺东西 是我们佛法的群术之药 大臣的群术之药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这个来看 这一刺 我们身在末法时期 寿命不长 时间有限 精力也有限 舍力太多了 不能成就 不能往生 在这一步 能往生 能成就 这个帮助 就大了啊 到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再光虚到尾 去四红十月 我们在此地 做年条 这两条 头一个发音 众生无边 是远徒 第二个 烦恼无精 是远徒 我们这 着重这两条 后面两条 到极乐世界去 发门无量 是远徒 佛道 是无上 是远徒 这是往生 极乐世界的事情 我们到底就干什么 到那去 圆满 这两元 这是我干的 我也常常 劝勉 通讯 那么我们 使尽精力 能用得上 佛会 都到极乐世界 去圆满 对 我 很厉害 我 都要 是远徒 是远徒